这次亚洲杯本是一场练兵的比赛 但国拼却遭遇到了惨败 尤其是男队全军覆没 对于这个结果 相信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 国拼估计也没有想到 张本智和的夺冠 日拼的崛起 这已经给国拼敲响了警钟 亚洲杯成绩 男单冠军张本智和 林高远输阿拉米扬 一轮由王楚清输林中勋 两轮由女单冠军 王毅迪 陈信鹏 输巴特拉 一轮游轮 成绩糟糕 输球原因各不相同 四人出战 其中两人一轮游 面对陌生打法 国拼在优势局 却打不出应有的实力 林高远面对全台反手的阿拉米扬 直接别打梦了 陈信鹏面对长交的巴特拉 全场没有适应对手的打法 反手打不过 正手不敢用 不管是陈信鹏还是林高远 在备战方面 多多少少都是有些问题 不够充分 没有吃透对手的打法 王楚清输给林中勋 这场比赛战斗到最后才分出胜负 王楚清算是尽力了 对手的实力相对较高 而且王楚清的竞技状态 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反手的失误比较多 王毅迪证明自身的能力 必须要得到重视 国拼只有王毅迪一人 进入到单打四强 日拼四人全胜晋级 夺冠的压力全在王毅迪这里 这是一目了然的 面对早田希腊和伊藤美城的围堵 王毅迪证明了自身的抗压能力 证明了自身的外战能力 必须要得到重视 上个月打完士兵赛澳门赛世界杯总决赛 这个月再战全景赛亚洲杯 运动员连轴转 其实都很疲惫 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疲惫不应该成为出球的唯一借口 还是需要从自身的原因出发 分析问题 王毅迪也是连轴转 但他却咬下来了 调整过来了 先是在全景赛夺得女单冠军 随后在亚洲杯夺得女单冠军 这两战比赛的冠军含金量极高 巴黎奥运会之争 王毅迪有机会 有实力完成弯道超车 国拼需要给机会 更重视 外战不稳 心态调整能力不足 从士兵赛到亚洲杯结束 国拼没少输外战 连输输球 这还是暴露了国拼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难对 我们的优势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背包袱出战 背战不充分 输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每逢大赛 国拼球员总是背包袱 心态调整能力不足 这严重影响着国拼的外战表现 给王毅迪点赞 亚洲杯打得非常漂亮 希望国拼能够好好总结 希望林高远 王楚清 陈信彤 能够及时调整状态 加油 我是小哥 关注我 我们一起来聊球